那個最佳的首選 我們就是看富邦金和國泰金 那基本上只要是富邦金跟國泰金 以上的殖利率的個股的話 那可以去做一些相關的評估跟考慮 可是呢 如果比國泰金跟富邦金殖利率更差的話 那恐怕就是在這邊的話 就先略過他們就好了 因為既然 那個最賺錢的這兩家是國泰跟富邦 那如果他們都還可以配出 4%多的現金殖利率的話 那這其實來說的話 其實他又有成長性 就等於是股價有攻擊性 然後又有股價的保護性 就是現金殖利率的這個保護 所以基本上那個首選 我還是覺得就是 以富邦金跟國泰金為主就可以 那我們再看另外兩檔個股 一檔的話是 殖利率最高的是2890的永豐金 那永豐金的話 其實我這邊有跟大家提到的是 他的4月 就是美季前4月的EPS有到0.5元 然後呢 甚至我這邊下面還附了一張表格 那這張表格 如果大家可以把它放大看一下 就是這最近這5年來 的永豐金 他的配息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去找一檔個股的配息 就是不可以只有 那個單配今年或者是說那個 配的忽多忽少 那可是我們看一下 他過去這幾年的 這些相關的配息的狀況來說的話 他去年也有5%多的殖利率 然後甚至像是2016 17 18 19 也都有差不多接近4%這樣的殖利率 所以這是一個很穩定的殖利率的公司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來說的時候 他今年既然又有高殖利率的題材 又有往年都有穩定的配息 那個配殖利率出來 這樣子一個 這麼穩定的這樣一個績效的話 其實我覺得 那個這時間點可以多留意一下 那個如果還想要存股的話 可以存在永豐金是不錯的選擇 那這個也是我以前的勞動家 我昨天也跟大家說明過 那當然不是偏頗 而是他真的績效來說的話 是非常穩健的 這是穩健的一家公司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下一檔個股是2885的 元大金 那元大金他很特別 因為他是目前所有的金控 唯一一家 以證券為主體的金控 那如果以他前四個月的這個 累積的字節來說的話 他的字節的稅後的 獲利有到132億元 那年增有到110% 也就是表示今年的獲利比去年 增加了一倍的這樣一個水準 那EPS的話1.09元創歷史新高 然後甚至像是最近的行情 這麼樣熱 這麼樣的夯 那 那麼樣的 那個就是手續費 會讓元大鎮 手續費會賺很保 那他的四月份的話 大賺30.2億元 有創下歷史新月 歷史的單月的新高 所以元大金的 殖利率有到4.8% 那我覺得元大金也是一檔 非常非常穩健的公司 那所以我們講的這幾檔穩健的 的金控之外呢 我要提醒大家 也有不是那麼樣理想的 那個幾檔金控給大家提醒一下 那第一檔的話是玉山金 2884 那我們昨天有講到 其實玉山金 他就是一檔 之前純股達人一直力推 再力推的 這個個股 那可是我覺得 大家在 不管是看到外資報告 或者像是什麼所謂的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達人之類的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斷的 那個準則 那玉山金的話 我這邊有幫大家做一個付註 就是ROE只有10% 那這是股東權益報酬率 那10%其實你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那可是10%來說的話 其實他就是一個 普普的經營績效的 這樣子一個翻成白話 我們這樣解釋 那 那我們再看一個東西 叫做是股價淨值比有 1.7倍 那如果看這個的話 你就可能會有一點感覺了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 有說到的是 富邦金跟國泰金 他頂多就是一倍的股價淨值比 跟1.09倍的股價淨值比 所以他們股價 股價跟淨值其實是相當的 可是如果就玉山金來說的話 這個時間點 他那個目前25塊的這個股價 竟然是1.7倍的淨值 也就是他已經高於他的淨值 有一點 高於他的淨值有1.7倍了 那也就表示說 其實這個股價 其實老實說 這邊算是偏貴的股價 那也因為他這個時間點是偏貴的股價 他能夠配發出來的 那個現金 現金股力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相對少 那他今年只有配0.61 然後換算的現金值率的話 只有2.4%而已 所以這檔個股的話就是 恐怕就是比較不是那麼理想的個股 那另外幾檔個股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頁投影片 我也快速帶過 包含了第一金 和庫金跟 華南金 那大家會想說 這些都是關股啊 因為第一銀行 就是三商銀 然後和庫也是那個 關股 然後華南也是 也是關股啊 可是這些相關的關股的話 我很老實講 他們的 那個 經營績效都是普普而已 那盛獲是他們這三家金控 都是以銀行為主體的金控 然後我再講一個更 坦白一點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的 其他的相關業務 包含了像是證券保險 其實都不強 然後甚至 因為他們比較少在做所謂的財富管理 那因為其實如果就今年 或者這幾年的國內財富管理 這個業務是這麼樣的盛行 這樣的狀況 那他們還落後相關的同業 那這就是比較麻煩的現象 所以就因為他們的 相關的獲利 是低於其他同業的 所以既然金融股金礦股 這麼多的選擇的話 那這幾檔其實就不是 大家很好的選擇 那甚至我也再提一下 那個華南金好了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去年的3月啊 就是那個華南永昌證券 他的 那個避險操作大虧 那那個其實他就是 就是因為他的一些相關的經營 經營的原則 比較不是那麼樣的 嚴謹所造成的 那可能會看到說 今年他們什麼什麼 那個 1到4月營收 年增率有到69%超多超多的 可是那個是因為去年的低基期 去年的虧損 帶來今年的年增的 可是如果我們看一些相關 像絕對數值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還好而已 這幾檔個股啊 他們都有非常好的背景 那包含了 像是那個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第一季的季報都公佈出來了 所以我幫他挑的是季報的三率三升 然後呢 還有因為 這個月很特別的是 他也公佈了4月營收 所以我也幫大家去準備了 4月營收年增 的這個條件 那另外他有低本益比跟高成長 然後他都是今年趨勢成長的族群 那我用這四個 很嚴苛的條件之下 真的很嚴苛 真的很嚴苛 因為他必須要同時符合這 四個原則 而且三率三升是 對 而且這包含三率三升 就已經要那個毛利率跟 營益率跟靜益率了 所以他是那個嚴格中的嚴格 那這幾檔個股的話 就是放在第17頁頭影片 可以先幫我切出來 然後這幾檔個股的話 其實就是 那個我幫大家挑出來的 那因為他們都是用 電子族群的本益比的評價 所以這些都是電子股 所以這幾檔個股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包含了2357的華碩 然後2377的維新 那2481的強茂 那3042的經濟 和8081的智新 那其實這幾檔個股 我自己有在我自己的 群組跟YouTube上面去做分享過了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幾檔個股的話 其實他們都是 非常穩健的 那也不用擔心說 什麼什麼什麼 主力拉抬 主力出貨的這種現象發生 那這些個股的話 其實我可以幫大家 補充一下他的基本面 那我先 我先講一下三綠三勝這件事情 就是在第 19頁的投影片 因為如果單單看營收的話 是沒有辦法判斷 公司的經營狀況 因為他很有可能 因為他的毛利率的調整 或者說他的 盡力的調整 甚至他有一些什麼 營業外的收支這些 那如果你只有單單看 所謂的公司的營收的時候 那都會有比較失真的現象 所以當財報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去更加的去做深入 去理解說 哎這家公司的成本結構好不好 經營能力好不好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三綠來去做 來去做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剛好這個時間點 我想說那就用這個指標來 那個選幾檔個股 然後來送給大家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檔個股的話 是2357的華碩 那華碩的話是 其實如果就最近來說的話 有另外一個題材是說什麼 大家都宅在家 然後需要筆電之類的 那我可以很老實跟大家講 那其實就是一個題材而已 因為其實華碩 大部分還是做外銷為主 所以他的營收大部分的來源 還是在於 就是銷售到 全球全世界的各地的這樣一個 一個銷售 那當然最近有可能有一些 相關的宅經濟的題材 會在他的身上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Q1的獲利 他是 今年的Q1的EPS有到13.18元 那是大幅的優於市場的預期 然後呢 如果我們看一下全年的獲利 來說的話 很有機會就是40幾塊的華碩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現在目前的股價 也大概只有不到400塊的這個附近 所以 以這樣子來說的話 他其實只有本益比10倍的這樣的華碩而已 所以這時間點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低本益比 而且他是高成長的PCNP產業 那PCNP產業的話 他是今年的需求 依然展望樂觀 然後盛獲是說 他是一個 具有配發現金鼓勵有到26塊 這麼高值利率的這樣的華碩 那他的 相關的成長的動能 跟低檔的保護都非常 都非常在這邊是很OK的 所以這檔華碩 我覺得會是我這五檔裡面的 就是首選中的首選 那當然大家會想說 那個華碩還蠻貴的 因為一張就要40萬 可是也不用忘記說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啊 也都有那個所謂的零股交易了 所以假設 如果你要盤充零股交易的話 也都可以用盤充零股交易 來買那個盤充的華碩 那第二檔的話是 然後第二檔的話是2377的維新 那維新的話 其實他也是 有點像是宅經濟的 受惠的 受惠的個股 那因為他的主要有三個產品線 包含電競筆電 然後包含主機板 甚至像是顯示卡 那有人會把那個維新 把它跟所謂的比特幣 劃上等號 可是這個也都是比較錯誤的觀念 因為其實維新不需要靠比特幣 或者不需要靠 那個 就是那個 這個所謂的比特幣的概念 他就是一個很棒的 這樣子一個營收跟獲利了 因為他的 那個Q1的EPS跟毛利率 其實都有優於市場的預期 甚至是4月的營收的年增率 有到42% 然後我們看到的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不管有沒有所謂的比特幣 因為最近比特幣從6萬5千多塊 那6萬5千塊 然後跌到不到4萬塊 那在這個崩盤的過程之中的話 其實對 那個維新一點影響都沒有 然後甚至像是他的 那個產品的單價 我依然維持著高檔 然後甚至是他的產品 依然是屬於供不應求的狀況 所以這樣維新我覺得也不錯 那他也有做盤底打底了 所以這時間點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 如果資金回來到電子族群的時候 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個股 另外一檔的話是24 然後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是2481的強茂 那強茂他其實做MOSFI 然後因為他之前 主要的產品是在NB上面 那因為他之前有受惠到疫情 跟居家工作的這樣子一個商機 所以他的營收大幅成長 那也有他有調漲價格 然後他的毛利率也不錯 然後他的Q1的EPS 看起來沒有很高 只有0.88元 但是他的Q2跟Q3 他會持續調漲價格 然後讓他的4月營收 也看到年增率有到31% 然後甚至他有去做轉型 因為他轉型到 中高階的這些相關的 那個車用 或者像是一些比較高功率的元件 那都會在那個下半年去做展現 所以他的股價也是從65.8元 然後這樣子一路崩跌到39塊多 那如果再以他今年的 獲利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今年也有機會可以賺到 大概接近4塊多到5塊錢 那如果是5塊錢的 這個時間點來說 其實這個時間點的股價 都已經超跌在超跌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時間點要選出這種 低本益比 然後高成長的個股給大家的原因 是因為 大家可能會想說 追高怕怕的 然後電子股又開始轉強了 所以我會用這幾檔個股 讓大家去比較安穩一點的來做操作 所以這是前面三檔 那另外最後兩檔的話 是一檔是3042的經濟 那經濟其實他是國內 就是最大的10億元件龍頭 那因為其實如果我們在操作一檔個股 的時候啊 你如果看到他是龍頭的話 其實他就有就是 那個經濟性效很穩定 然後甚至他的獲利跟一些相關的條件 都非常非常棒的這樣的狀況 那因為其實經濟很特別的是他每個月哦 他都會去做自節的一個獲利的公告 所以他公告自節獲利的時候 他就可以讓投資人更加安心 可以理解他這個個股的一個營運的狀況 然後如果以Q1的EPS是兩塊多 然後毛利率的話有36% 也優於這個整個市場上面預期 那因為之前有所謂的什麼什麼 5G手機的雜音之類的 那可是那個其實都是 那都頂多 只是像是題材面的雜音而已 因為如果就整個訂單的監測的話 很明確的是可以看到下半年 小學生,誓舞,字幕、或者搬 называется 那些小學生 可以看到下半年 mpiff Ihre家